你好,欢迎收看3月19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吕慧 花莲县庆祝111年,儿童节活动19号是在远雄海洋公园举行 主题叫做海洋亲子趴 邀请到包括花莲最北端修理箱从德国小 最南端副理箱明里国小 有31所幼儿园,前线13乡镇市 1,100多名的亲师生一起来同乐 度过温馨快乐美好的周末假日 县长徐振卫也到场亲切的问候县场的大朋友小朋友 他说远雄海洋公园是东台湾第一个主题乐园 感谢远雄海洋公园长期以来跟花莲县政府的合作 让儿童节活动在风光明媚、宜人的海洋公园 一方面可以感受欢乐、刺激的游乐设施 更可以同时欣赏花莲的美丽海景 海洋公园是东台湾第一个主题乐园 那我们也谢谢南公园长期跟花莲县政府来合作 对于我们的乡亲或者是敬老 我们的这个票目都有非常大的优惠 而且今天刚才沈总还跟这位阿渝说 如果我们今天孩子还玩的不够尽兴的话 明天还可以继续来喔 我们是不是给沈总掌声给下 谢谢沈总 那另外呢 为庆祝儿童节 其实我们也希望这是一个很好的亲子的户外旅游 另外 小朋友 我们耳朵听 眼睛看 一定要注意安全 希望家长和孩子 在我们海洋公园 有一个很棒很棒的一个周末 县长徐振伟也说 花莲是运动的培育摇篮 今年的全中运在花莲 期待每一位孩子养成规律的运动 以及适性的阅读好习惯 家长可以带着孩子走出户外 对正在探索学习的幼儿是非常重要的 记者林杰 寿风箱采访报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